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驯龙高手2》中 小编发现小格格的身材瘦小就要是遗传了妈妈 而妈妈的善良也同样给了她 后来的小格格担起了族长的重任 她不再是一个弱小的男孩 而是成为一位背负责任的男人 她的身上还背负着整个族人的希望 平静的生活中 乌鸦一直陪伴着格格的成长 他们早就成为了一个整体 乌鸦也在慢慢长大 直到她遇见美丽的光莎 小龙也有了自己想要去追寻的美丽光景 我曾以为乌鸦与格格会永远生活在一起 可乌鸦终究不是一只小宠物 她是伙伴 战友 他们之间的友谊很平等 格格很害怕失去乌鸦 因为乌鸦给了她力量 给了她成长的勇气 小龙是她成长过程中无言的支撑 她害怕乌鸦走后 自己没办法做一个好领袖 但终究还是放手了 让她回到自己的家园 鼓励她自由的恋爱 并给了她可以自己飞行的尾翼 乌鸦离开或许将是这个故事最美好的结局 第三部中我们会继续的探索龙的世界 前两部故事中的情节被串联起来 将剧情推向最终的高潮 虽然小龙离开了 但是在他们彼此的心中都是不可替代的存在 他们会一起去往更加美好的未来 陪伴了小伙伴们十年的影片 转眼间将要结束了 维京人与龙友好相处的生活也要结束了 虽然很舍不得 但是无疑离开 无论对格格还是乌鸦 都将是最美好的结局 作为伙伴的乌鸦 一定不会有去无回 有朝一日 他们必然会重新翱翔在天空之上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乌鸦给你当宠物 你想跟他一起做些什么呢 展开你想象的翅膀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小编期待与大家进行讨论回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